什么才是真正的盘手 如果你们现在才只能将球打到中场的话 那我告诉你 你就把接下来的这一个绝效学位 你已经可以将球打到后场底线了 并且是非常轻松 跟你吃饭喝水一样这么轻松 好吧 来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握拍 但是很多球在打反手的时候 握拍都是错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们在握拍的时候 很多球在握拍的时候 它是什么 它是将大拇指放在宽面上 但是你将大拇指放在宽面上之后 你会发现 大拇指放在宽面上 大拇指向前一摁 它会切拍 并且容易打不中球 对吧 所以我们要想将力量爆发出去 关键的要点是要什么 我们反手手指发力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决定了我们的握拍 我们的目的是要保证 我们能够在后面进行发力 并且要保证我们能够向前转正 所以我们在发力的时候 一定要什么 握拍的时候 要将我们的大拇指放在我们拍子宽面的 右侧一点点的小侧上 你放在这条小侧面上之后 你才可以什么 大拇指才有一个向前摁压的空间 可以在击球的瞬间 将我们的宽拍面转正 将我们的力量给转化到球速上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更加重要的一点 你们知道为什么高手打这个反手都会非常紧难 但是你们打反手会非常吃力 知道为什么吗 很简单 就是你们在打反手误拍的时候 太老实了 你们误拍真的是很怕这个拍子会飞出去 所以你们很多球在误拍的时候 都是什么 都是用你的手包住球来进行误拍 但是你们包住球来误拍之后 你会发现一点空间就没有了 一点空间都没有了 你的力量怎么打出去 不可能打得出去 对吧 所以我们在误拍的时候一定要怎么 一定要想办法将我们大拇指放在我们拍子宽面的 右侧一点点的小身上 我们在误拍的时候 虎口跟掌心都是一个空的状态 要我们保证虎口空之后 我们就可以怎么 我们的大拇指有空间向前摁压 将我们的拍面转正 后三指这个掌心部分空了之后 我们的后三指才有空间向后抓 通过一按一抓 就可以在我们基础的瞬间 将我们的拍面转正 将我们的力量给发发出去 能够听懂吗